你欠誰多少 我要把你的那個存款 皇屋給你扣起來 那時候我們不懂 怕得要命 談起當時碰到詐騙的過程 老人家還心有餘悸 假訊息與詐騙 已經成為威脅社會治安的犯罪行為 尤其對生活單純的年長者來說 更容易受害 張家寬評因此主動 深入社區舉辦媒體試讀課程 希望透過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 及實際動手操作 幫長輩們建立防炸的保護衣 其實現在長者手機成癮的狀況 是滿明顯的 那為了預防這個長者 能夠在用手機的時候 不要被詐騙 所以我們其實這一次的課程 是結合長者生活中常用的 比如說LINE或者是簡訊 那教長者們 怎麼去分辨一些 來源不明的一些訊息 那以及他們在LINE上面 要如何分辨真假訊息 那這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科技 以及我們平常的先輩知識 來避免跟防範 不管是美育儀 防炸達人 還是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或是麥克風 課堂上講師提出多項科技工具 協助長輩們分辨訊息真假 避免受騙 或成為散佈假訊息的幫兇 讓上課的長輩們收穫很多 防詐騙 然後就是查網路的不實的訊息 教我們怎麼查 然後現在就是科技進步 就很多詐騙手法 然後里長安排這個 還有中加寬評這樣的 給我們這個機會學習很多 教導我寫到很多資訊 我本來不會Google的 然後那個詐騙集團的 講得更細膩 讓我更了解 真的政府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來源怪怪的 我們就是不要管它 與中加寬評共同舉辦 這一項媒體試讀課程 並全程陪長輩們上課的 南港區育城裡里長黃松志 也覺得非常有幫助 覺得非常有幫助 尤其讓專業的來指導 來指引我們的里民 整個過程我都覺得很滿意 因為媒體試讀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銀法 我們的長者 長者對於媒體試讀 平常這一塊比較沒有去接觸過 因為過去那個世代 當然偶爾就被詐騙的狀況 都發生 所以今天我覺得這氛圍很好 讓每個時候我們的長者 他的上課的氛圍 每個人我在想 每個人都已經對於詐騙 因為每個人都有個生活的 生活上的一個戒心 這我覺得最好的一個成效 透過搜尋引擎 以圖找圖 以及打開關鍵字搜尋的功能 更讓長輩很有感 直說以前都不知道可以這樣用 因為他那個老師有指導我們說 用那個關鍵字 然後直接搜尋 所以就能夠查到那個 這個訊息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很很棒的教學 這個圖片對於反詐騙 有非常好的幫助 這樣子可以避免犯法 還可以避免傳播這個謠言出去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耐心 教導長輩們在手機 建入防炸的相關APP 中家寬頻人員的用心 讓陳在里內開設手機操作 課程的里長黃沖志相當感動 真的要謝謝 這一塊的專業我們真的做不來 我記得我去年開手機課 開了課程後來 我覺得真的非常難教 手機的版本不一樣 然後Android 還有那個iPhone都不一樣 手機廠牌不一樣 整個畫面都不一樣 非常之難教 後來我們就停下來了 不過今天透過今天這個 這個指導指引的教學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要的模式 總是真的要尊重專業 謝謝我們中家寬頻 這一塊社區 竟然可以來社區來指導 指引我們對我們長者 在防詐騙這一塊 非常感動 中家寬頻近年來透過社區 及學校合作 舉辦媒體四度教育課程 除了善盡地方媒體的責任 也希望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透過專業的課程教導 讓社會大眾 不分男女老少 都能做個聰明的月聽人 一起向詐騙說不 中家寬頻 在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